公元前180年 刘邦的第四子戴王刘恒登基成帝 史称汉文帝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王朝 拉开了序幕 敬请关注文景之志之盛世的序曲 文景之志是指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的志士 汉初社会经济衰弱 文景二帝推崇黄老治术 采取清摇伯父与民休息的政策 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 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迅速发展 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同时汉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 是帝国时代君主集权社会的第一个盛世 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 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然而开创了文景之志盛世的汉文帝的登基 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有资格登上皇位的 有刘邦的一个兄弟 两个儿子和三个孙子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 看似最不可能的代王刘衡 最终登上了皇位 那么汉文帝刘衡 究竟是如何脱颖而出登上皇位的呢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朝廷上 又上演了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幕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再次历临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一个盛世王朝的风云变幻 悲欢离合 系列节目文景之志第一集 盛世的序曲 敬请关注 从这一集开始 我们要讲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盛世王朝文景之志 公元前180年的9月 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 23岁的代王刘衡 在代国的都城 接到了一个非常意外的消息 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让他立即进京 吉任大统 登基称帝 此时 据吕后过世 仅仅才两个月 虽然吕氏宗族已经被灭掉了 但是吕后安排的后少帝 还在皇帝的位置上 在这种情况下 皇帝在位的情况下 怎么会通知 身为诸侯王的代王刘衡 进京 接任大统呢 这样就存在着两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在皇帝上在位的情况下 要选一个新的皇帝 第二 为什么会选中代王刘衡 我们先谈第一点 大家知道在刘邦过世以后 有15年的时间 实际上是吕后 在控制着中央政权 这15年的前段 是他的儿子惠帝在位 这15年的后段 后面的八年 是吕后在执政 那么吕后下市两个月以后 在中央政府所在的长安 爆发了一场政变 这场政变 把吕后宗族整个灭了族 太尉周伯 又丞相陈平 大将军冠英 为首的功臣派 联合了齐王刘湘 朱徐侯刘璋 为首的皇族派 逐灭了吕氏全族 那么在逐灭吕氏以后 为什么要立一个新皇帝 因为现在还在位的后少帝 他是汉惠帝的儿子 不过他不是汉惠帝和他的皇后张衍的亲生儿子 而是汉惠帝和后宫宫女所生的孩子 吕后把这四个孩子的母亲全部杀掉 然后孩子交给皇后张衍的领养 对外就宣称是皇后张衍生的孩子 所以在位的这个皇帝 实际上是吕后扶植上来的 吕后被灭族以后 吕后扶植来到小皇帝还在位 这对功臣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所以功臣派在商量这件事情之后 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我们看大屏幕 这是史记 吕后本记中间的一段记载 大臣们怎么商议呢 说今结义一灭竹吕 而智所立 己长用事武术无类 不如是竹王最贤者立之 这的话什么意思呢 说我们现在已经把吕孙宫主整个灭掉了 但是吕后所立的这个皇帝还在位 等到这个小皇帝长大 长了权 我们这些人呢一个都活不下来 所以我们倒不如怎么样来 我们倒不如在诸王中间 选一个我们认为最邪愣的人 让他来当皇帝 这就回答了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在后少帝在位的情况下 要选一个新的皇帝呢 是因为后少帝是吕后所立 而且是惠帝的儿子 这样的人长大以后 直接威胁到功臣派的生命 所以功臣派决定把后少帝废掉 那么再选一个新皇帝 这就是选皇帝的最根本的原因 下面我们要回答的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会选中戴王刘衡呢 选皇帝其实有两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叫血统纯正 那就必须是刘邦的子孙 这叫血统纯正 第二个弱势皇子 选这一个一定要是一个弱势皇子 这个第二条是大臣们说不出口的 因为要选一个强势的皇子的话 对功臣派的威胁非常大 因为在军臣关系中间 本来就是君王强 臣子弱 如果再选了一个君王 又是一个强势的皇子 那么对功臣的威胁会更大 所以功臣派在逐灭了吕氏泉族以后 在选新皇帝的时候 他们心中就有了一个标准 要选一个弱势的皇子 而不能选一个强势的皇族 那么既然如此 那么代王刘恒为什么会被选中呢 这里边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 谁参与了新帝的选择 这很重要 第二个问题 谁可以进入新皇帝选择的名单 这也很重要 你进不了名单 你就不可能被选上去 所以这是两个问题 因此我们先看看史记相关的五条记载 请看大屏幕 史记的将侯周博世家 记载了这么一段话 说博与平谋 足诸诸吕而立孝文皇子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说周博和陈平商议 最终杀了吕氏宗族立的孝文皇帝 那么根据周博世家的记载 是周博和陈平商议的结果 选的是孝文皇帝 第二条记载 我们看史记的陈丞相诗家 也就是陈平壮记 陈平壮记是这样说的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说吕后死了以后 陈平和太尉周博和谋 最终杀了朱吕 立的孝文皇帝 这个主谋者是陈平 周博传中间强调了周博 陈平传强调了陈平 但是无论哪个传记 抢调谁 周博和陈平两个人 肯定是参与立孝文皇帝的人 我们再看史记的冠英传 冠英传这样记载的 说应以霸兵自行阳归 与将侯陈平共立代王 为孝文皇帝 冠英传又说了 驻守在行阳的大将军冠英 带兵回来了 在灭了朱吕以后 回来以后 他和太尉周博又称上陈平 一块立了孝文皇帝 这就有了皇帝 退委会的第三个人选 第四 我们看史记 张丞相列传记 张丞相列传记 苍与将侯等尊立代王 为孝文皇帝 这个传记 其实是给张苍的 列了一个传记 说张苍和将侯周博等人 立了代王 做了孝文皇帝 那就张苍也是 立孝文皇帝的大臣 这样功臣派就占了四个人 周博 陈平 冠英 张苍 再看第五条记载 史记的经验世家记载 逐将相与狼牙王 共立代王 为天子 逐将相就是指功臣 与狼牙王 狼牙王是谁 狼牙王是刘泽 刘泽是皇族派的代表 他们共同立代王 为天子 根据以上史记的五条记载 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 这一次皇帝推举委员会的主要成员 是功臣派的周博 陈平 冠英 张苍 再加上皇族派的刘泽 那么这五个人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力呢 我们可以分别说一下 周博 周博是当时的太尉 太尉主掌全国的军事 而且周博 在这个平定忠旅的过程中间 立了三大功 第一 侵夺北军 他把当时中央政府的北军的军权 夺了过来 第二 派朱绪侯刘彰 以武力阻止 这个旅产 进入皇宫 并且杀了旅产 第三 周博在得知向国旅产被杀以后 派兵把旅士宗族 无论老幼 全部斩首 所以周博是这次政变的最重要的功臣 所以他也是皇帝推委会的最重要的成员 陈平是谁了 陈平当时是右丞相 百官之首的右丞相 而且指他和周博最早合谋 在旅后死后来逐灭竹吕 所以陈平也是皇帝推委会的重要成员 这是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是冠英 冠英本来是刘邦手下的骑兵司令 当齐王刘湘起兵 反叛中央政府要诛杀竹吕的时候 吕产他们这些人 实在在吕姓王族中间找不到有人带兵 就启用了一个 表面上看起来不太反对吕氏派的冠英 让他带军队到东方去平定齐王之乱 结果冠英带军走到行阳 就驻扎下来不走了 冠英带军出征掌握了军权 走到行阳他不再走 然后和齐王刘湘联手 要剿灭京城的吕氏宗族 这才导致整个京城吕氏宗族陷入一片混乱 这样周博 陈平 刘张 才得以下手把吕氏宗族全部灭掉 所以冠英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整个这场政变中间 冠英是在外面掌握军权的人 而且他是和齐王刘湘联手灭掉 朱吕氏宗族的最重要的工程派大臣 所以冠英也是这次皇帝推委会的重要成员 那么第四位张仓呢 张仓当时的职务是玉士大夫 玉士大夫的职务决定了 他是副丞相的这个位置 这个地位很重要 所以张仓也是这次皇帝推委会的组成人员 以上四位全部是功臣派 但是实际上 这个在杀死吕后全族的这一场军事政变中间 功臣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在推举皇族的时候 推举新皇帝的时候 皇族派是不可少的 因为在诸杀诸吕的过程中间 齐王刘湘的两个弟弟 特别是刘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刘章杀了吕氏宗族的两个重要人物 一个杀的是相国吕产 这样就把南军的军权给夺了 第二个杀了常乐公的位位吕庚使 所以刘章立了很大的功劳 所以皇族派也在参加 但是皇帝脱委以后中间没有刘章 找的是谁呢 找的是刘泽 刘泽本人是刘邦的一个近亲 在高第三年 他曾经担任过郎中 刘邦在世的时候 在高祖十一年 他率兵参加了平定晨曦的叛乱 因公被封为迎领侯 而且刘泽这个人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 这个背景就在于刘哲的妻子 是吕后的妹妹 吕婿的女儿 换句话说 刘泽是吕后的外甥女婿 所以刘哲这一个人 他兼夸了两种身份 他既是刘姓宗族派的成员 他又是娶了吕家 就是吕后的妹妹的女儿 做妻子 所以这个迎领侯刘泽 后来被吕后分为狼牙王 这是皇帝脱委会中间 最重要的五个成员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问题 谁参与了选亲皇帝 我们按照血统纯正的这个标准来看 只有三类人 第一 是刘邦的兄弟 第二 是刘邦的儿子 第三 是刘邦的孙子 这三类人是可以选进来的 当然刘邦还有侄子 但是刘邦有兄弟在 刘邦有儿子在 刘邦有孙子在 所以他的侄子们就没有机会了 那么最终选的情况 大臣们在对刘邦的兄弟 儿子 孙子 进行一方考察以后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叫兄弟不可选 第二句话叫孙子不能选 或者叫孙子不敢选 第三句话叫儿子不得不选 那么我们下面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兄弟不可选呢 因为在吕后被灭以后啊 刘邦的兄弟中间只剩了一个楚王刘娇 刘娇是刘邦的小弟弟 这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 而且我们根据文献的记载可以知道 就在汉文帝登级的当年 这个楚王刘娇就病死了 你可见他年龄很大了 所以他这个兄弟不能选 为什么年龄大不能选呢 年龄大有经验有阅历 这样的人如果当了皇帝 大臣们对他的控制能力就会十分的弱 所以大臣们不愿意让一个 这个老的诸侯王去接任皇帝的位置 所以刘邦的兄弟就首先被排除了 那么孙子为什么不能选呢 刘邦的孙子很多 其中最强眼的是刘邦的长子 也就是树长子刘肥 齐王刘肥的三个儿子 非常强眼 就是齐王刘湘 再加上他的两个弟弟 一个是刘章 一个是刘兴菊 这三兄弟在当时非常强眼 刘湘他的优势是什么呢 刘湘是长孙 他是刘邦孙子中间年龄最大的 而且官拜齐王 他已经是诸侯王了 所以他即位为帝 顺利成长 而且在诸灭吕氏的过程中间 这个刘湘表现得非常强眼 他这个强眼 表现在他的才能 他的眼光 他的魄力 他的勇气 这四个方面都显示了 刘湘是个非常能干的人 而且齐王刘湘和吕后 是有世仇的 有很大的仇 这个仇就在于 吕后差一点杀了刘湘 我们根据文献的记载可以知道 刘邦死以后 他的儿子就是太子 刘盈继位 就始称汉惠帝 惠帝继位以后 齐王刘肥 作为诸侯王 进京去参拜新帝 然后惠帝刘盈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 他就请他的哥哥 一块到皇宫家去吃饭 本来举行家宴吃饭 比较随便 而惠帝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仁爱的人 他就觉得 他哥哥虽然只是一个诸侯王 但他哥哥年龄比他大得多 所以在酒宴中间坐的时候 他让他哥哥坐了一个上席 坐了一个上手的位子 齐王刘肥这时候犯了一个大仇 他觉得这是个家宴 不居君臣之礼 所以他也就应允了这个要求 就坐到上位上去了 结果他一坐上位 吕后看见心中十分恼怒 吕后立即派人端来两杯酒 拿来两杯酒以后 让这个齐王刘肥给他敬酒 齐王刘肥不知道 端起一杯酒 就要给吕后敬酒 而这个惠帝刘盈 也是一个很仁爱的人 他看见他哥哥给他母亲敬酒 他端起另一杯 和他哥哥一块来敬酒 结果吕后的一个动作出人意外 吕后一看见他的亲生儿子 惠帝刘盈 端了一杯酒 和那个齐王刘肥 给自己一块来敬酒 吕后就趴上一巴掌 把他儿子手里这杯酒 大翻在地 打他儿子莫名其妙 这个齐王刘肥一看到这个情况以后 感觉到这个酒可能有问题 所以酒也放下来不敢喝 就告退了 后来后继一打听才知道 这两杯酒都是毒酒 这件事情过后 吕后就不让齐王刘肥 回到自己的分国去 这个刘肥就被扣在京城 扣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最后刘肥和他手下的人商量过以后 才觉得是因为得罪了吕后 所以在专门在家里又举行了一次家宴 请了吕后 吕后的儿子 当时的惠帝刘盈 还有吕后的女儿 就是后来的史称的鲁元公主 请他们娘三个一块到自己家来 一个是嫡母 一个是当朝的皇帝 第三个是他的皇妹 请来以后 吃了一顿饭 在这顿饭上 齐王刘肥就拿出了一个郡 因为当时齐国土地非常多 刘邦锋的时候 齐王刘肥手下有七个郡 他拿出七个郡的一个郡 献给了吕后的女儿 叫汤木义 所谓汤木义 就这一个郡的所有的收入 都给吕后的女儿来享受 然后还遵吕后的女儿为太后 所谓太后就是认了一个小妈 齐王刘肥身为大哥 认小妹做了一个小妈 吕后这才高兴了 放齐王刘肥回去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哪一年呢 发生在惠帝二年 两年以后 这个齐王刘肥 就因为这场事 窝了气了 就去世了 所以齐王刘香的父亲 当年就是死于 吕后的这种羞辱 所以刘香对这个 吕后宗族 那可以说是有世仇的 本来他附近有七个郡 因为给了鲁元公主一个郡 少了一个郡 到了公元前186年 也就是高花二年 吕后 封了他吕世家的一个 一个亲人叫吕台 封吕台 做了王 然后又从当时的 齐王刘香的手里边 又割走了一个郡 叫济南郡 就把济南郡也割走了 给了 那个吕台浪 这样呢 这个刘香 他那个齐国 又丢失了第二个郡 到后来 到高后七年 吕后又封刘泽 做狼牙王 把狼牙郡也割走了 所以这个刘香 和他的父亲刘肥 两代齐王 因为吕后丢了三个郡 所以在吕后去世以后 刘彰很快就给他哥哥 写信 朱徐侯张 以吕陆女为夫知其谋 乃使人出 应告吕兄齐王 遇令发兵息 朱徐侯 东某侯 为内应 以朱诸礼 因立齐王为帝 这个朱徐侯刘彰 这个在 这个吕后死过以后啊 就偷偷地告诉他的哥哥 当时的齐王刘香 你赶快发兵来 你的军队来了 那么我做内应 然后把这个吕后这一族给灭掉 然后立他的哥哥为皇帝 刘香其实起兵的原因 是因为他弟弟给他来信 要他起兵反对吕氏 一旦成功以后 刘香就可以称帝 所以刘邦的这几个孙子 在这个过程中间 立了很大的功劳 所以齐王刘香 是冲着这样一个 当皇帝的这么一个承诺 他才起兵的 当然起兵的过程 比较曲折 这个我们不详细讲了 不管怎么样 这个齐王刘香的起兵 彻底打碎了 在吕后死后啊 政坛的平静 所以这才有冠英的率兵出征 这才有周博 陈平 刘彰 在长安 发动政变 刘邦的这三个孙子 表现得非常强烈 如果说要选孙子的话 那么齐王刘香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吕后死后 汉朝同志阶级内部矛盾骤然激化 齐王刘香发难于外 陈平周博响应于内 刘氏诸王遂群起而杀诸吕 刘氏皇族集团 与吕氏外戚集团的一场流血斗争 以皇族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皇孙齐王刘香 在诸灭诸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更何况他还是刘邦的长孙 似乎他应该是皇帝的不二人选 可是最终他却没有如愿登上皇帝的宝座 他其实最后的落榜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大臣们觉得他太强势 这么一个强势的皇子 一旦进入了候选人的名单 如果再被推选成皇帝 对这个功臣派的威胁会非常之大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参与这次推选的 有一个狼牙王刘泽 刘泽这个人对刘香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为什么呢 因为齐王刘香接到他弟弟刘章的密告以后 起兵的时候 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派到他手下的一个郎中令 郎中令就是王公的警卫队长 前去狼牙国 见这个狼牙王 这个刘泽 他对刘泽说 我们齐王准备骑兵 去讨伐 这个国家的叛贼 实际上就讨伐吕氏宗族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齐王很年轻 他不会带兵 您是一位老将 有非常丰富的制军经验 所以齐王请我来 请您到我们齐国去 指挥我们齐国的军队 这一说呢 这个营领后 刘泽就非常高兴的 跑到齐国的渡城来了 来到以后 齐王刘湘立即把他软禁起来 然后再派他的郎中令 到狼牙国去 把狼牙国的军队全部调过来 掌控在自己手里面 等于说实际上 齐王通过这种办法 欺骗了狼牙王刘泽 同时把狼牙国 基本上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中 所以刘泽实际上是上了一个当 丢了政权 丢了军权 所以刘泽在这种情况下 刘泽就在琢磨这件事 他觉得这件事情的关键 在于齐王刘湘 想通过起兵 将来去做皇帝 所以在浩主的这个麦以后 他就面见齐王刘湘 给刘芳讲